黎泰院万圣洁派对的踩踏事件 造成156人身亡 选秀节目produce 101第二季的选手 24岁男心理智汉也不幸罹难 前天举办告别室 同公司的男公民严正勋 前辈苏智谢等人都送花篮到灵堂致意 他的母亲忍痛送走儿子后 昨天前往食物早领中心 抱着儿子的遗物鞋子痛哭 类似当天跑遍医院 接到的竟是儿子的遗体 黎母依然不放弃 表示自己还做了人工呼吸 然而儿子却没醒来 哭喊我的儿子真的很惹人爱 他是我的宝物啊 受访画面令人鼻酸 根据韩媒报道 当天晚上事发前 6点多就有民众入序报案 截至惨剧发生的10点多前 共有11通电话 内容提到离太院小巷挤满人潮 可能会有人被压死 但警方却知道第四通报案 才出动俗称周边的人潮 警力也不足 引发韩国民众的怒火 认为意外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李治汉的母亲痛批政府 如果国务总理的儿子打112报案 是不是就会动员数百名的警察 一般人打电话报案就被无视 李治汉生前正在拍摄木偶的季节 原本会是他正式出道作品 戏拍到一半却先走一步成为一座